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动部事件 现在是中午事件 这个前几天 咱们节目说到一个重要的事情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 弗林将军接受媒体采访时 明确表示 美国年底之前将会部署 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 里面包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中共在4月8号有回应了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成 说 这个坚决反对 以美国为首的谋求单方面 局势优势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 在中国家门口强化前沿部署 我们敦促美方 什么切实尊重他国 安全关切 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这个 这个中共啊 这个表态 当然肯定是没啥用的 是吧 中共表态还说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没有兴趣和国家 任何国家比拼军力 这样的中共的表态也知道 这个亚太部署啊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其实就对中共的全面的围剿啊 但中共啊 那就是嘴硬啊 嘴硬 暗中的暗戳戳 是吧 就是让俄罗斯啊 用支援俄罗斯的方式 把俄罗斯当炮灰顶在前面啊 把朝鲜顶在前面 是吧 你看 法国外长都说了 当前任何与俄罗斯官员对话 不再符合法国利益 看到没有 对话都不会再对话了 中共现在啊 这个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习再一次见面 并且还在人民大会堂 这些啊 这实际上 就是啊 进一步的可以说是 向西方 让西方真正看清楚了 中共的啊 这个表态 是吧 就是要和俄罗斯继续搞在一起 继续军援俄罗斯 所以结果那毫无疑问 那一定是继续部署 各种结束中共的各种军事啊 军事措施 这些军事上啊 他用外交牌 他是不可能解决得了的啊 目前这种情况来看 但中共 他一定还在想方设法啊 这个用各种什么经济啊 啊 市场啊 这种绑架 来似乎想撼动美国的外交政策 军事外交政策 说实话 那是做梦 阿尔先生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我觉得啊 最近 耶伦访华以后 很多事情就动作越来越快 而且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一点就是 在耶伦访华的时候 布林肯那边 好像是在哪里啊 也是 也是就直接 说了 就说 他们对中共国支援 俄罗斯 感到非常的失望 而且北约也已经公开定性了 就说 这个就同时来了 然后呢 现在 美军在亚太部署中岛 其实也就是说 说白了 也就是 北京就直接在瞄准镜里面了 对吧 然后 同时在结合到我们 这两天 那个 爆出来的 习的录音 对吧 然后其中我印象 很深很深的一句话 就是习一开始就说一句 我们要 对美国准备 打一场 无硝烟的战争 而且 这个事情就是 已经印证了什么 就119 对吧 病毒 他扔病毒 也是无硝烟的战争 对外渗透干预选举 黑客 以国家力量黑客 基础设施 全部都是无硝烟的战争 然后 同时也 也印证就是 路德 你记不记得 2024年 20 应该是 就是 那个 2022年吧 对吧 就是那个 冬奥会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说 他跟 俄罗斯 签订 当他跟 普京签订 那个秘密协议 就是说 上了 上了普京那条船 那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他会 最后会起苦难下 你看现在 现在不就来了吗 起苦难下 他被俄罗斯一头拽 又被美国一头拽 两头扯 这个 这个就是说 两头都把你给吸干 俄罗斯这边要你的产能 要你的那个军事工业的产能 要你源源不停的供应 他的那个军工 然后 美国那边也给你抽干 对吧 他把你的那个 一点一点一点 把你的那个 就是说 让你 就是说 你不是要产能过剩吗 他没办法让你 就是说 一头给你加关税 一头 那个 他又控制你的那个生产线 让你的那个 把你的那个供应链 全部给你打断 他所有的东西 他都没有办法 到最后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我觉得他最后就是 要么就是 被BS 要么实在不行 就是跟俄罗斯 最后一起干 好路德 这个中共啊 最近啊 对于美国的这个军事的动作反应很大 这里面还有一篇 这个关于啊 美日风 美日飞 这个峰会这个事情啊 他们引用 环球时报 说啊 是战略碰瓷 明显是在挑衅 引用环球时报的啊 当然环球时报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中共 把它歪解嘛 其实就是中共自己说的 只不过假装 什么环球时报 这中共写文章的一贯的啊 一贯的啊 观点啊 一贯的手法啊 就是说白了就是啊 继续的在这方面 就是嚼嚼浑水啊 嚼嚼委屈 是吧 表明中共好像啊 是人数无害啊 一心直想 哎 这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心直想啊 学雷锋做好事 为全世界 是吧 输出免费的产品 就这感觉 是不是 实际上 他现在为啥 你说说 二人先生为啥 中共的现在这种 政治表态 政治的话语 为啥 西方根本都不信了 这东西放在前几年 很管用的啊 总共一说啥 西方 很多媒体就跟进了 比如说当着病毒溯源的时候 病毒的时候 啊 这西方就媒体跟进了啊 好像吗 中共不会啊 这个 做这个生物器啊 不是中共干的一样 现在你看 说啥都不管用了 短短几年时间 速度变化很快啊 啊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一系列的 验证 不管啊 因为我们 因为路德社这边是 我觉得是很多事情 就是全球第一就开始 就开始说 然后开始就是说 爆出来开始 我就至少来说 在公开层面 因为我 我上路的节目 我也不跟路德说什么东西 然后路德也不跟我说什么 然后就 我其实也不知道 我们就是说 在节目上面都是以一些就是说基本的就是公开的一些东西 对吧 然后至于 背后有谁跟路德了解 跟路德你了解什么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你最清楚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系列爆出来的事情所有的都被验证 那么就很简单 再加上 再加上 你看他这种一系列的他的这种作为就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对吧 就是忽悠 那你说你这个信用度就国家的信用度跟人的信用度是一样的 他其实到到后面就是你这个事情越做越烂 你没有人会再信你的 然后到现在你看就他就被搞成这个样子 只不过是现在只不过是他的第一 中国的那个体量还在那边 第二别人的布局然后所有的准备没有完成 所以才不灭不一下子灭你 等到一切事情都烙定的时候 那很快 就就现在所以说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速度现在是越来越快 就就原来任何一个点 在现在发生的任何一个点放到两三年之前 多都可以 节目都可以说几期 现在只不过是录一个十几分钟 就一下子就一大而过的事情 就点一下就完了 除此之外啊 这个中共还有一篇文宣说 美国华盛顿航母即将部署 先去拉美再来亚洲 这个他们发现啊 美国南方司令部消息称 美国华盛顿航母即将起航 去完南美地区进行演习和访问之后 再次部署到亚洲替换现在的利根号 进行长期部署 这美国华盛顿航母啊 这意味着什么 说实话 是吧 就以为啊 之前中共文宣说 说什么美国啊 在这有五艘航母 亚太地区 说有些航母 只是临时啊 部署 是中间替换的 实际上 这一次 再次啊 让中共看到了 他不是临时替换 是吧 哪怕里根号航母啊 被替换走 这里 华盛顿号航母也已经到 他就是长期要保证 在亚太地区 五艘航母战斗群的这个规模 随时盯着 是吧 盯着啊 这个就是 美国的这重点 这是核心重点之一 航母最多地方 也就意味着美国的这个核心重点 这也是应该是绝对是基于情报啊 基于情报 中共想在南中海搞事 搞动静 搞不了 是吧 搞的话 那就直接啊 死得很惨 然后呢 美国一步步的稳扎稳打啊 因为这很多事情 是吧 现在战争是现在啥 都是讲的部署 现在不是比人多 是比谁啊 部署的更先进 是吧 谁情报或者能力比对方更强 啊 并且部署到位 系统反应 时间 反应速度 这些 比的是这些 如果打常规的话啊 打常规 所以呢 在常规的力量上 美国就是一步步再往前推进 中共 只会吹牛逼啊 只会假片头啊 但是呢 因为他这个威权统治 威权统治 为什么要用威权 因为说白了 还是实力不够 所以他就要威权 啊 明白不 因为 他不像有实力的 他不需要用 这威来压别人 是吧 是用软实力 中共没有软实力 所以呢 只能用这威权 威权呢 一个副作用就是啥 天天喊大喊啥 是吧 天天啊 拿枪吓唬别人 你吓唬完以后 说白了啊 就给自己实际上啊 表面上你威了 但是招人恨 知道吧 招人恨 所以树敌容易太多 这威权的概念就在这里 你怎么看啊 说到这个军事装备的事情啊 那个 路德你有没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两天 有没有注意到一则新闻 就是 美军在这边 实打实部署 然后 中共呢 也知道自己没实力 但是呢 他还要逞强 他 他把那个 什么 这两天最大的 在军事方面 有一个新闻 就是他把那个歼三腰号称 呃 第五代 中共自己自行研发的 那个 第五代的那个战斗机 呃 什么是非了什么 给放出来 放出来以后 然后他也就是 也就编嘛 就就胡乱 编一堆这种 看 看着很吓人的那个数据 说 啊 号称说什么 嗯 可以跟美国F35抗 抗衡 然后甚至某些方面还 还优势 还优过他 然后呃 结果呢 被呃 被拍到说 那个 那个是非的时候 他的那个 呃 视频 看到明显就发动机 就冒黑烟 这个 这个你说 你说这个 中共他现在就是 他就怎么说呢 他现在就是 这个就为什么习 他 他一定说 他说我们一定要 打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他知道自己军事实力不幸 而且另外一个 就是现在你可以 媒体上面看到 那帮啊 那个呃 美国这边一部 对吧 然后呃 外交部就说什么反对怎么样 然后就开始打口炮 这个也就呃 这个也说明什么就是心虚 心虚的很 而且你媒体上面看到很多这些 他呃 什么这个专家 那个专家说啊呃 就就胡乱猜 猜啊 美国的部署 就是这件事 你这信号不好 喂 现在怎么样 可以可以啊 现在可以啊 然后美国就说呃就胡乱点评嘛 就胡评嘛 说那个怎么怎么怎么 人家呃怎么部署 怎么样 其实就很明显 我说你你只看一点 美军这个航母调动来调动去 他吃饱了撑着 那个这个都很耗钱的 没事没事往你这边就开那么远干嘛 对不对 那你看前两年常规部署 也就 也就一两艘就保持那个巡航状态就 巡逻状态就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很明显很明显 就是把中共国在周围该堵的一些战略要点都给围死了 你现在 很明显的嘛 已经已经什么信号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就是你要么把你给憋死 要么你不服出来干一下 干一下死的更快 是的啊 好咱们时间原因咱们这期节目就分享到这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二位先生再见